一辆拖板车停靠在台南南区明星路上 但车体明显偏右 左后轮胎也已经离开地面 因为右后方轮胎整个陷进路边的侧沟盖内 驾驶以及同伴赶紧爬进车底查看状况 这辆载有怪手的拖板车 6号晚上前往台南出现天坑的工地进行支援 没想到7号一早要前往其他地方作业 停在路边等开放通行时间才没多久 就发生了路面下陷状况 我早早来这里等待竞争的时间搞 我们卡车在这里等待时间搞 过差不多五分钟 要10分钟的时候 扣一下就整个车坐下了 轮胎陷入侧沟盖内 驾驶紧急找来另外一辆拖板车 先将怪手慢慢放置路面后 再由怪手协助将车辆给拉起 路面破洞大约长两公尺宽一公尺 而看看下陷的地方 就是只有几根细缸条制成的侧边水沟盖 一次承受不了拖板车 加上怪手重达数十公顿的重量 才会导致压坏 所幸意外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对交通造成任何影响 后续交由相关单位处理 同时厘清责任赔偿归属 民事新闻林俊明 海南报道